这种一千牛的小胖子站在地面上 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那他对地面的压力为多少 你一定知道是一千牛 不过为什么呢 来对小胖子受力分析一下 他受到重力一千牛 还受到地面对他的支持力 由于小胖子禁止 所以支持力就等于小胖子的重力一千牛 而地面对他的支持力 与小胖子对地面的压力 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二者大小相等 因此小胖子对地面的压力 大小就等于一千牛 他等于他 他等于他 所以小胖子对地面的压力 大小就等于他的重力 那你能说压力就是重力吗 当然不能 因为压力的本质是弹力 重力是由于地球对你的吸引 完全没有关系 只是此时大小相等 那是不是压力永远都等于重力 肯定不是 比如此时小胖子背着 四百牛的小可乐站在地面上 依然想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那此时小胖子对地面的压力为多少 算压力还是要利用他的反作用力 也就是地面对小胖子的支持力 我们选取小胖子与小可乐整体为研究对象 重力为二者之和 一千四百牛 根据受力平衡 支持力肯定也是一千四百牛 地面不跟小可乐接触 所以地面只对小胖子有支持力 一千四百牛 就是地面对小胖子的支持力 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关系 小胖子对地面的压力就是一千四百牛 可不对于小胖子的重力哦 再看这个情况 小胖子用一百牛的力将二十牛的书压在墙上 书禁止 那此时书对墙壁的压力是多少 是书的重力二十牛吗 肯定不是 还是利用压力的反作用力 墙壁对书的支持力来分析一下 书受到重力二十牛 小胖子对其一百牛的压力 还受到墙壁对他的支持力 以及向上的摩擦力 因为禁止所以合力为零 向左的力就等于向右的力 这就是墙壁对书的支持力 也就是书对墙壁的压力为一百牛 很显然不等于书的重力二十牛 好了 总结一下 分析压力时 往往要利用它的反作用力支持力 然后根据受力分析算出大小 注意 压力与重力完全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只是物体自由静止在水平面时 压力的大小才等于重力 这是特例 你搞懂了吗 呵呵 好 好 感谢观看